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吉他手 姚曉明 不让你睡 耶 谢谢 对 因为我们刚刚在聊那个杜姑的事情 对 不让大家睡 没错 对 每次呢就是看到旺福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你们好像都不会没有电 不会 我们现在就没有电给你看 可能就没有电给你看 不会啊 马上趴下来给你看 因为你们看起来就是都很充饱电的那种 就是如果到我知道了 如果你们没有电的时候就是很极端 马上关机 对 可是可以多多观察肚皮 我们大概会先进入荧幕保护城市 对啊 一阵子这样子 我刚好像有隐约感觉到肚皮就是在那边停格 没有 他大概一直都是荧幕保护城市 对啊 一直都是自己的世界这样子 今天呢 旺福带着他们的新专輯旺德福来了 封面很可爱 就是一个baby 是 为什么是猴子 这样才旺福啊 对啊 因为这个 那个觉得好像很哪里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就是我们很喜欢这种看起来好像蛮有艺术感 可是好像又有点在恶搞 对 忘不要给你的快乐一定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对 就是奇奇怪怪的 对对对 给你一点小惊喜会让你拿到有点这样 还蛮想笑 但是又 而且其实看久还是会觉得这个猴子的baby看久 真的会有一种忘得福的感觉 对 有一点 可是他没有鼻梁长大要去做微整心 那猴子一般有鼻梁吗 好像没有 猴子好像没有 有吗 他们好像都是这样一条一条的 对不对 猴子 搞不好他就是觉得鼻孔就是要 鼻孔就是要这么大才要忘得福的感觉 我懂了 呼吸比较多新鲜空气 你们根本就搞错了 其实这个眼睛的部位才是鼻孔 那个小小鼻孔部位是他的眼睛 好可怕 呼吸新鲜空气 哪有你们那个才可怕 我最近看你们那个乞丽 我们的超级鲜空气 超可怕的 你看你看那个海报 我们每年都要来一下旺盛节 对啊已经是第几年了 第五年了 而且是10月26号的时候 是的 但是小姐姐跟我说 你们所有的那个就是 忘得福2013巡回音乐会 就全部票卖光光 没错 也包括这一 原本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忘得福巡回 就是做小场的Live House 然后我们就想说 大家如果买不到票的话 可以买旺盛节 这样子一起来看 旺盛节 对 可是旺盛节今天听说 好笑也卖光了 好棒 好开心 你们开心买不到票的人不开心 那就是要快点啊 要快点 真的要快点 好我在这边替大家就是祈祷 就是希望会有家常 会有吗 我不知道 可以有吗 可以吧 好可以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问老天吧 就期待 好不好哦 对啊 你们卖得那么好 怎么可以不加场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做到 因为旺盛节是从小河岸 然后到The Wall 一直到Lexie 就我们很高兴 每年都有越来越多人想要看 然后今年就票比网年 卖得又更快 我们也许会跟经纪人讨论一下 一定要 因为你知道 就才刚刚有那个播新闻的时候说 大家都患了那个日间嗜睡症 都很爱一直度孤 所以真的要去看那个旺服的表演 不管是小的还是什么 对 会让你提振精神 旺盛节的 还是什么 你只要看到他们就会很有电 如果你没有电你就要找旺服 耶 大家要不要来说一下这张专辑里面的歌 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到 那个充满哦耶的小职员 小职员 然后刚刚又有听到 哦 真是太恭喜你们了 我看到求婚的影片 我都哭得稀里滑 果然是不是 大家都哭了 对啊 赚人热泪耶 恭喜恭喜 谢谢 太厉害了 很不好意思 他们一讲到这个他们就会害羞起来 对啊 好 那我们skip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们这首歌呢 后来因为这个求婚啊 然后很多朋友祝福我们 然后就是比如说像野台开场的时候啊 对 我们两个人在就是野台开场那边走的时候 好像在拜年 对好像好像在过年这样 然后大家沿途了 每个人都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对好像过年逛大集那种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有电了 就是因为收集了太多恭喜恭喜 哦 在这边的这样 对 喜事临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你们演唱会这样沾沾 谢谢 好耶 那你要不要来玩 你也顺便办妆好了 好啊 我可以 你一定可以 不如办她好了 很封面的这一只 好酷的 那你要怎么走进来 我觉得我 你要被抢保包住 应该是要用那个娃娃车推进来 好酷啊 叫谁来帮我 有那么大的车吗 一定要啦 一定要 超市的那个 超市的 购物贲 你超有梗的 这个好耶 好像不错 拜托你办啦 好想办的 旺盛节嘛 是旺盛节的时候去 是10月26号 我那时候应该 我现在应该可以开始构思 真的 我们现在也正在构思 我们要办的 还好这个封面 上面的娃娃 没有什么花纹 我只要把头弄好 把妆化好 应该就很好了 对 没错 然后就毛巾 鼻子要瞧好 最主要是这个鼻子 对啊 我看你们那个巡回音乐会 就是还有到东京去 对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也会发行日版 对 我们在日本已经 这张是第四张了 太酷了 所以我们其中有三首歌 会翻成日文 唱日文歌 那我们会听得到吗 我想 我想在Hitabang 可能可以听得到哦 实时所定 我们到时候 特地来这里放 只有人红了才会有日版 你知道王力宏 然后罗志祥 都会有那种日版的 是这样吗 我们也想要听旺虎的 好 到时候发行了 我们再拿来电台吧 对 那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歌 是一定要听的 每一首歌都要听 我就知道一定是这首回答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对啊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过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录音 这一张 这一张 这张专辑 那也太长了吧 然后其中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这次就是试了同步录音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习惯分开来 这样又很有默契才可以做得到 对啊 所以其实还蛮刺激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错 就要再重来 而且这张专辑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 我们很喜欢做Live 因为我们觉得 旺服的Live是最有活力 然后最好看的 可是我们就想说 专辑有时候 你录久了 你会变得越来越精致 可是我们这张专辑 很想要保留的是 大家来现场看Live的那种热度 蓝图归归真 所以不管是录音或者是配唱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不要修得太精致 对就是在录唱的时候的那种情绪把它放进去 我懂了 就是有那种 诶 怎么跟CD听起来不一样 没有这种错觉 就是一样耶 真的一样耶 而且张专辑我们请到Lisa来当作我们的制作配唱 然后就请她来去教导我们一些唱歌的方法 我讲到Lisa 就想到她们跟Shasha的那个走下坡 对对对 她们现在正在走下坡 走下坡 我们的作品 不只是就是会有很有很有元气的感觉 就是我只要还没有听 我只要先看到封面 我就哇 我就那个嘴角就会傻笑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封面的目的 真的吗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叫Wonderful Wonder 就是Wonderful的意思嘛 对 我们希望你拿到这张专辑 看着它的时候 你心中就有Wonderful的感觉 就一直傻笑这样 为什么 因为是Wonderful 是因为有Wonderful的关系 其实我们自己创了一个名词 叫Wonderful Wonderful 对 就是你看起来会以为 那个Wonderful少了L写错字 但其实是Wonderful 就是前面是W-O-N 然后D-E-R 后面是F-U 然后Wonderful的英文名字是W-O-N-F-U 刚好夹在一起 对 我们自己自创的 就是它是有概念的 就是像我们这张专辑里面 其实讲很多生活中的那种小小的瞬间 对 包括喜怒哀乐 其实它不只是 很多人都会问说 Wonderful 你永远都那么开心吗 对 其实我们也会难过啊 我们也会有瓶颈啊 可是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说出来 你看看一张专辑呢 录了三年了 你说有没有瓶颈 对啊 可是最后你就会看到 这里面写到的 不管是悲伤的 快乐的 想念的 用Wonderful的方式说出来 最后都会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或是很快乐 我们就把这种瞬间 称为Wonderful的瞬间 我懂了 就是真的太谢谢你们 跟我们分享生活 因为有很多人呢 他们只要一遇到悲伤的事情 就掉下去了 就真的掉下去了 对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呢就是因为你们用你们的方式说出来 就是遇到开心的快乐的困难的都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用微笑去面对 对 这就是我觉得旺福要给我们带来 就是这张专辑的那个信念吧 没错 Wonderful Wonderful 所以不是Wonderful 是Wonderful 其实都可以啦 我们很随和 我知道你们超随和 你们为什么那个 为什么不是官方 是军方啊 就是因为 我那时候 就要登记的时候 想要搞怪 就想要来一个不一样 反正之后可以改 就想不到 Wonderful Wonderful 对对对 然后我今天来去你们Facebook看 是 就是你们歌单是 小职员感激 对 小绵羊日记 对 因为其实我们 有时候表演的时候 歌迷很喜欢偷看我们的歌单 对 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 全部都用画的 一直用密语 我们要让他猜不出来是什么歌 结果我们自己也看不到 小朋友要讲歌名的时候也觉得 这什么歌阿龙才能猜 对啦 这两首歌 如果可以变成Remix可以吗 我想 我想是可以 好像可以试试吧 因为我们其实 现在也在构思那个 望胜杰的歌单 不然我们就望胜杰来个大乱斗 对 望胜杰应该可以来 很适合来一下这样 感情的鼓 然后配上那个小职员日记的歌 好崩溃 好复杂 我们曾经有一次 就是歌单大家都看不懂 我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玩一个默契大考验 就是我们四个人心中 一人想一首歌 然后同时演奏出来 至少要持续两小节 不管再怎么爆炸 都要让那种很违和的 有对到吗 完全没有 四个人四首歌 有一次有 有一次是 出来四个人是同一首 对 那次哇 那个感觉也是很wonderful 就是那个瞬间 对 因为我们live其实真的很随心 我们歌单场都是在到了现场以后 去感受现场的气氛 然后去写我们今天要唱什么歌 然后如果表演到中途 对 也会根据观众的反应 原来今天的观众会疯子 好 那就来来唱一点别的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你们自己也没有压力 当你们没有压力 然后再唱出来表演的时候 大家也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们很希望就是一场live 不只是旺福在上面表演 我们觉得是台上跟台下共同创造的 所以台下人我们就说 你们尽量集我们 看你可以集出什么东西 那就是每一次表演的时候 小巡回嘛 那你们有没有规定 就是说 你们要不要就是穿什么衣服来啊 譬如说旺盛节 你就会想说要扮装 那其他的小巡回呢 有时候会 我们有时候会办一些主题的live 就会有 所以这一次就没有 这一次的小巡回 没有 因为这次是新专辑的小巡回 我们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带着一个很开心的感觉 跟外国见面 不过他们要扮装 我们也不反对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带我们的新专辑来 因为这次巡回结束 会签名 唯一的装扮就是新专辑 表演结束之后 我们会留下为大家签名 那可以拍照吗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因为我们特别做小场 就是想要跟歌迷近距离 比较近 对 就是以往签名会的话 就是会感觉有种遥远 距离比较遥远 太太热了 对啊 然后还架舞台 然后而且唱的歌 其实只能唱个四首 最多五首吧 可是如果在live house的话 就是大家非常近 近到那个 有时候第一排脚趾头 都快碰到我脚 我记得我们好像这一次 每一次都超时 对 我们都讲话讲超久了 我都乱脚 而且我要保证说 每一场绝对话题都不一样 所以我懂了 就是如果真的那个 以每一场来看 每一场都有场场惊喜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其实压力有点大 没有 因为听one for live 真的不只是来听我们唱歌而已 我们每一场就是 互动是很重要的 聊天 来我们家玩 对 对啊 就上去聊的时候每次 其实因为有些歌迷也会很皮 乱回一些那种 因为很近的时候 那台南场歌迷 就不知道怎么样刺激他 最后他就唱了郑中基 你唱郑中基 那天不知道 我忘记那个中间的曲折是什么 怎么会高画变这样 我懂了 所以呢 旺福他们其实就是一个 很容易被激 是的 是的 的一个乐团是 而且不会示弱 我们不会示弱的 你越凶 他们就比你更凶 没错 对 那因为 其实我知道旺福 就是成军很久的时间 然后每一次都那么开心 会不会有人就是常常 会跟你们分享他的心事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写信啊 或者什么 会啊 会也会也 还有歌迷会问我说 甚至连facebook都会写 问我找工作的事情 我觉得压力有大 太棒了 我们很欢迎歌迷 就是来旺福的局方 facebook了解 我们会尽量回应你 听到了没有 如果你平常就是很无聊 如果你就觉得都没有人跟你好 你可以跟旺福好 是 好 非常谢谢今天旺福来跟我们聊新专辑 世界过得好快哦 你看 有的是青春 没的是时间 下次再请我们来 好 下次请你们吃甜点 好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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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